新车又开箱 为什么说又呢 是因为今天又是来拍这台未排的摩卡了 两年时间这是第三次了 而且最近一次 大家如果想找这个车的片子 五月份找我们公众号五月份能找到了 为什么今天又来拍这台车呢 那当然是因为它跟我之前拍那台又不一样了 那它有哪里不一样呢 前面大家能看出来吗 看不出来是吧 对前面没有不一样的 我们要去这边去这边看一下 能看出来了吗 看出来了吗 在这里啊 对这个尾标变了 从DHT换成了Hive 4 当然了我知道我们的粉丝观众 你们肯定不会那么肤浅只看这个尾标的 所以教大家一个专家的眼光 从哪里看这台车不一样 来 有点好业呢 一定会都拿微信镜头的啦 这个后桥呢 从这里能看到 它是有驱动轴的 而之前那台尾标挂的DHT版本的摩卡呢 是没有的 后面看进去是空的 因为这台车 它是用了Hive 4的混动系统 所以它是四驱的 这是最大的变化了 那可能有朋友会说了 哎 Hive 4我知道啊 不就是那些猛龙啊 骁龙啊之类的 用那条系统吗 肤浅啊 肤浅啊 这套Hive 4跟那些Hive 4不一样 我单方面宣布 我要给这台车的Hive 4起个新名字 它叫Hive 4 by 4 其实这台新摩卡Hive 4真的里里外外 全部东西跟以前一样的 所以就不说了 大家如果想看的话 就看我5月份的那个片子就好了 这台车主要还是真的要给大家说一下 它这个Hive 4 by 4 我起的名字啊 不是官方的啊 这台混动系统 为什么叫它Hive 4 by 4呢 因为它是在原有的Hive 4 这台混动系统基础上面 换了一个四档的变速箱 对 你没听错 它是真的有一个四档 之前我去试了一台 风神的浩瀚 那台车也说四档 但其实它是没有四个档位的 它是就两套动力系统结合的时候呢 是能实现四个不同的这个竖笔 但这台车呢 它是真的有四档 有一个双离合的四档变速箱 在发动机的后面的 对 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全球首款四档 环动系统 发动机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1.5T的这个环动的中央发动机 然后45.1的热效率 所以就这个发动机本身是比较省油的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四档的Hive 4系统呢 主要还是为了省油 有了这个四档的变速箱 理论上来说 这台车是完全可以超越 普通征程的表现的 就是你一套征程系统 无论怎样优化都好 你都达不到这台车的水平的 那是不是这样呢 我们上车去试一下 不过在把车开出去之前呢 我还是想先说一下 里面这台车里面 唯一的一个升级 就是这里 大家有没有看出来 有什么特别 看到没有 华为应用市场 那不要那么兴奋 不是换了华为的车机 而是它现在这个咖啡OS升级了 支持华为的Hive 4.0了 所以现在你可以把你的华为啊 或者荣耀的手机啊 我是荣耀的 就把它连到这台车上面 它有个很好的地方 就是我在手机上面的很多的应用 现在在车机里面 直接可以用了 你看包括微博啊 包括小红书啊 这些都有了 而且你看到没有还有Apple Music 这就很离谱了是不是 啊 因为Apple Music的很多的歌是比较 它的质量比较好嘛 所以我是个人比较习惯用Apple Music 对 所以现在这个就非常棒了 那其实这个系统应该在 为的别的车型上面也会升级 然后大家也可以用到了 它原生的车机呢 就这样播一下就可以调出来了 不过就用手机投屏呢 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 这个是不能控制就车辆本身的 所以车辆的设置 你还是要回去 外面的那个车机本身 而且你用这一个导航的话呢 是不能实现NOH的 不能实现那个高速领航的 所以如果你是需要高速领航的话呢 导航还是要用 它车机自带的这个 就是这一个 对 这样就可以NOH了 但是有了这个 High Car之后呢 啊 我就觉得非常好了 我手机上面很多东西 你就在车上可以继续用了 好 我们去试车吧 不说这个了 我们直接回来说一下这个High 4 四档High 4的这个缓动系统 它的表现怎么样 那除了大家从上面可以看到的 档位更多之外呢 我想先说一下一些 你可能在屏幕上面看不到 这是我能感觉到的啊 就是它的动力表现了 那现在中速40公里的时速 我一脚地板游下去 首先这个提速就很快 然后就有一个二次发力 哦 很有意思 那首先第一个 地板游下去的时候 它的提速就已经是比以前的DHT版本 就更快了 因为它的电机更大了 然后过了大概可能一秒半吧 刚才可能 因为我现在可能用的是舒适模式 它会反应慢一点 发动机介入 然后就有一个二次发力 这就很像我们以前开那种老本田 有VTEC的那种发动机的感觉 那为什么这个四档Hi-4 它能带来一个那么明显的动力提升呢 这还是要从它的结构去说 以前的DHD就它的前辈 是跟本田的比阿迪 他们用的一样的很经典的一个串并连的结构 就是一个PE加P3电机 然后就是两个电机跟发动机一套东西吧 都全放在前桥的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其实驱动电机的功率就没有办法做得太大 因为空间限制嘛 但是Hi-4系统呢 它就相当于是把原来前桥那个P3电机把它拿出来 单独放在后桥 变成一个后桥的P4电机了 那所以一方面是从前驱变成了默认的四驱 只要用Hi-4机一定是四驱的 然后呢 电机放在后面有空间的嘛 它可以放一个更大的电机了 所以现在它的前桥的P1电机啊 是80千瓦的 那好像比以前小了是不是 但是后面那个呢 就150了 所以光是电机前后加起来 已经是230千瓦 而且除了这个电机驱动之外呢 因为它现在这个结构的特点呢 发动机可以更加自如的参与进来 你看像以前DHD那个时代啊 其实你在低速的时候 就是60公里以下的时候呢 发动机基本上是不能止去的 因为它那个转速的关系 持比的关系 但是这台车呢 它有四个档位 四个档位就意味着 基本上你无论在什么速度条件之下 都可以匹配到一个相应的发动机转速 发动机都能参与进来此驱 所以这台车只要电池有电啊 它最大的一个整个系统的功率 是300多千瓦 然后700多牛米的 相当高的 所以它的0百加速是可以达到4点几秒 我记得好像4点6秒吧 就比以前DHD的那个7点3秒 是快了 3秒钟差不多 那就很厉害了 你想想这个级别啊 或者说这个价位20来万的SUV里面 有哪台能做到5秒以内的0百加速的 有哪台呢 告诉我吧 对 这台就可以了 那当然啊 是要这个电池有电的情况之下 而且除了这个高速的动力性能 或者说我们城市开的这个动力性能之外呢 因为有了四个档位 那现在它这个发动机 其实在你越野的情况下 也能够给你提供帮助 那以前的那种串迷连结构呢 因为在低速下面发动机不参与直驱 所以完全靠电机来驱动的 但是现在这个呢 就可以一起来了 那所以这台车啊 我今天没有条件去测试它的越野性能 但是魏的工程师刚刚做了一个测试 他们找了一个70%的坡 这就相当于31.5度吧 这样一个很斜的坡 他们说这台车是可以停在坡的中间 停的静止 然后再重新起步上去这个坡的 而且这个上去的过程还不用地板油 还不用全力上去 所以由此你可以看到 就现在用了这套新的Hi-4 四档Hi-4之后 它的越野的拖宽能力呢 也会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最后还有一个别忘了燃油经济性也会 因为这套系统得到提升的 因为现在你在高速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就不用拉得那么高了 它有足够多的档位去把这个转速给降下来 包括这个声音也是 就发动机转速不用那么高 声音就会小一点 但老实说这台车的隔音也够好了 就之前我试那个两档的DHD版本 也没觉得它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身有多大 就是单是送的吧 就反正用了这个四档Hi-4之后呢 就真的带来了很多好处 好 然后最后就是价格了 这台车现在还没有上市的 不知道价格 那它的前辈 那个DHD版本呢 是231800的指导价 只有一个配置 大家觉得这台车会卖多少钱呢 而且现在这样子看来 我觉得为不一定会把DHD那个版本停掉 有可能那个是作为一个低配车型 然后这个呢 因为四驱嘛 就作为一个高配车型 价格拉高一点点来卖 所以你觉得这台车的价格卖多少 会让你觉得惊喜呢